很荣幸能站到这里 给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大家好 我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李素燕 一个叫杨牛花 五岁到三十一岁 我一直被叫李素燕 这二十六年里 我上学 打工 结婚 生子 过着一个普通女孩 最普通的生活 但是我一直记着 我五岁以前的名字 杨牛花 我一直想找回从前的名字 于是 在我丈夫的支持下 我踏上了一条 长达九年的征途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 1995年的那个冬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我的父母抛弃了我 还是我被人贩子拐卖了 为什么我会被一个女人 从贵州贵阳 带到河北邯郸 这些猜测 每天都会在我的脑海里面 循环 它就像慢性病 让我常年忍受着好奇和思念的折磨 2012年 我开始去公安局采血 当针头扎进我手指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这滴血能够找回我的亲生父母 找回我的姐姐 但是九年过去一直没有回信 我一度感觉到绝望 也许我真的是我父母不要的 是他们抛弃的 这个念头一直都在 但是我回想小的时候 我又强烈的感觉 我应该是被拐卖的 因为我五岁以前的生活 家庭充满欢声笑语 爸爸妈妈他们会买很多联食 会买单独的鸡腿回来给我们吃 这些情况在当年的那个农村并不常见 所有的猜测都有一个指向 他告诉我 想要知道真相 他告诉我 想要知道答案 就去寻找真相 2021年3月 我开始在互联网上寻亲 随着热度越来越高 我被我的堂妹刷到了我 我的堂妹把我姐姐的联系方式推了过来 当时 我激动的手都在抖 我跟我的姐姐立刻开始对记忆 所有的细节都能对得上 我非常确定 这就是我的姐姐 这就是我的家 也确定了 我不是父母抛弃的 我是被拐卖的 人贩子把五岁到我 卖到河北海湾之后 我经常挨打 小学没有毕业 我就辍学 村里面还谣传着 我是买来给养父 做童养席的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我对我的养父 一直是非常非常的排斥 充满敌意 我一直幻想着 有一天 如果我能找回我的亲生父母 我一定要哭哭唧唧地回去 我要向他们诉说我所有的委屈 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们 我立刻问起了我父母的现状 姐姐直白地告诉我说 你爸妈死了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 我脑子里面嗡一下 完全不敢相信 我的父母那么年轻啊 后来我才知道 在我被拐走之后 我的爸爸妈妈带着姐姐 他们在汽车站火车站 足足睡了七八个月 最终也没能找到我 回到家之后 爸爸妈妈经常喝酒 他们喝醉之后就会大哭 爸爸一喝醉之后 他觉得所有的人都是人贩子 他竟然就问 你把我们家牛化卖到哪里去了 我们苗族有一个习俗 村里面有去世的老人 就会买一头牛 有一次我跟着爸爸去吃喜 我看到了对方家的那只牛 特别的小 我告诉爸爸 我说爸爸 这家的牛好小呀 它好小气 等将来你死了 我一定会给你买一头很大的牛 我爸爸听了之后 他没有责怪我 他在冲着我微笑 后来我们来到贵阳打工的地方 我在路上我又看到了骆驼 我告诉我爸爸 我说 爸爸 等以后我给你买头骆驼 因为当时年少的我就觉得 骆驼比牛威武多了 我丢了之后 我爸爸经常喝酒 他喝醉之后 他会趴在地上哭 他大哭的时候 他会满地爬着找 他说 我的骆驼呢 我当骆驼呢 后来我才知道 我丢了不到两年 我爸爸因为长期酗酒 导致胃出血去世 爸爸在去世之后 我的妈妈紧接着第二年 跟着抑郁而终 我妈妈在去世之前 她已经精神不好 有一次她是在生病的期间 她突然跑到了大山上 好多人去找她 当她被找到的时候 她的手上还拿着 回了半瓶子血的瓶子 当时所有人都在责怪她 为什么到处跑 我妈妈回答的是 我听到我们家妞花 在身上喊我 后来我姐姐12岁 就成为了孤儿 跟姐姐相认没有几天 我就去给爸爸妈妈上坟 我看着坟头 我才对父母去世这件事 有了最真实的感受 那种冲击力 到现在我都一直记得 在抗争史找家的时候 我只是想找到家 我只是想跟家人团聚 我从没想过追求人贩子 当我得知父母已经去世的时候 我更多的是一种 无力和任命感 我也没有说抓人贩子 那种坚决的念头 等我真正见到父母坟的时候 我自认为我这么多年的委屈 什么都不是了 我那么年轻的父母呀 他们孤零零的已经躺在了山头 二十多年 冰冷的山头躺着我的爸爸妈妈 整整二十多年了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抓到人贩子 给我的父母报仇 回到邯郸 我去求助公安立案 但是立案它是需要证据的 我找到了当年 给于花英提供线索 给于花英提供落脚点的 中间介绍人 王某富 我希望他能够帮我作证 我清楚地记得 于花英的名字和他的长相 我也知道是王国富 把我介绍到河北邯郸养家的 但是他没有站出来帮我 我多次恳求他 我希望他 九十岁的他 能够在他人生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良知发现 为我作证 后来我给他说 我说 你九十岁了 你比我妈妈整整多活了六十多年 最终他终于答应作证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有力量的一段时间 我被一种无比强大的信念支撑着 我父母对我的爱 我对父母的思念 我对人贩子的恨 这一切的力量都支撑着我 二一年五月 我在河北报案 但是直到十一月他才有了消息 当时告诉我的消息是 我需要到贵阳事发地去报案 我立刻赶往贵阳 我到了贵阳之后 我一直在公安局里面 重复地哭着告诉他们 我妈妈去世的时候 只有三十二岁 我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 他们能够帮我立案 我告诉他们 我可以配合你们一切的调查 我把酒店租在了离你们最近的地方 什么时候立案我什么时候走 那时候我因为寻亲已经有了一部分的粉丝 所以我就会经常开直播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我的事情 2022年6月 终于立案了 立案24天之后 宇华英被抓获 在他被抓之前 公安已经喊我 让我到公安局去指认 再拿出一张A4纸 上面一排十几张照片 我一眼认出了宇华英 当时公安问我 你为什么会记得他 我说他画成灰我都记得 经过审讯 余华英从1993年到1996年期间 从四川 云南 贵州等多地 共拐卖儿童11名 余华英拐卖儿童的案件 它属于一个公诉案件 但是因为我父母付出了生命 毁了我们四个人的人生 所以我很想参与进来 我立刻咨询了我的律师 我向余华英提起了民事赔偿 去年七月 余华英一审开庭 事隔28年 我再次面对那个害得我家破人亡的人 我真的很想冲上去打他 但是我更希望他能够跟我道歉 跟所有的被拐儿童和受害家庭道歉 但是他没有 整个开庭前期 余华英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到了对峙的阶段 我问他余华英你认识我吗 他说认识 我说你记住 你记住我 是我把你告上法庭的 是我送你进的公安局 他在法庭上 大声地跟我吵架 我一一陈述了余华英 带走我时候对我的殴打行为 但是他在斥责我 他说我说谎 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他对我没有一点歉意 我在法庭上跪了下来 我恳求判处余华英死刑 一审结束之后我走出法院 当时门口拥挤着很多媒体和寻亲人士 我跟他们宣告了余华英被判死刑的 结果 天知道我等这一刻究竟等了多久 很多人形容那个时候的我像一个战士一样 不过我自己还是认为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只是做了一个我很想做的事 为什么很多人会形容我是战士 能让我成为一个战士的 一定是我最在乎的人 身为父母 我会为了我的子女成为战士 身为子女 我会为了我的父母成为战士 一审停述 一审后 一审 一审后余华英提起上诉 二审结束后 我和余华英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她和我只有两步的距离 当时两名法警压着她过来签字 她用当年28年前恶狠狠的眼神 盯着我瞪着我 这次我没有害怕 我用同样的眼神给她回了过去 二审结束之后 我得知了余华英丈夫的线索 我第一时间把她提交给了公安 因为余华英老公再次被抓 又找到了两名儿童 而这两名儿童也是和余华英有参与 因为案件增加 所以在二审结束之后 案子继续发回重审 我是真的很希望 案子能早点结束 我为了这个案子 我奔波了两年 但是我尊重法律 余华英案件之后 我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尤其是人物之前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 看到我的故事 我慢慢明白 这不只是我杨妞华一个人的复仇 这是属于一个社会公共案件 我不仅要对我的家庭担起责任 我也要为其他的家庭去努力 之前我每次开庭的时候 我都会把我的手机留在庭外 从各地赶过来的一些寻亲家长 他们手机留在庭上 他们会争取着露脸的机会 他们有很多是因为找孩子的过程中 导致他们经济特别的困难 我也会帮他们开酒店 我们会一起在街边 吃着我们自己带来的饭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我的爸爸妈妈他还在 他们会是什么样 他们会不会也像这群人一样 天天举着牌子到处的在找我 网上也有一些对我的骂声 他们质疑我炒作苦难 看到这些其实有时候我也挺累的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 每天有多少的寻亲家长 向我提供线索 又有多少的寻亲孩子 把我当成了希望 每次想到这里 我就告诉自己 要振作起来保持热度 万一哪天有哪个寻亲家长 他在我的账号里面 找到了他们的孩子呢 我由衷地希望 我们家的悲剧不要再上演 就这样 我找回了我自己的名字 这一切发生之后 所有的经历确实是重塑了我 以往的人生中 我的命运一次一次被改写 很多时候我只能顺应 但是现在不同了 我试着对抗 我试着反抗 也成功了 虽然这样的成功 只有这么一次 但是它依然会给我 以后的人生 不断地充满难量 不断地给我的人生 一次一次地 给我自己力量 我相信在未来 我依旧可以用我微小且执着的力量 在命运转弯的地方 对它奋力一击 我叫杨宁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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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